無eding為之大趟 從2008年接任限制以來 已經多次率美臺商業協會企業團來臺 今天是再次率大型企業團 和本件 顯示了美國商會對臺美經貿關係的重視成果 這麼多年來 媒臺商業協會除了支持臺美雙邊經濟及安全的合作之外 更持續透過包括聯繫美國的行政及立法部門 投訴美國的主流媒體 以及主辦臺美產業跟經濟研討會等方向 不斷強化臺美的夥伴關係 也向美國社會說明臺美經貿關係的重要性 從過去到現在 美臺商業協會都是臺灣重要的盟友跟堅實的夥伴 我們要對美臺商業會長期以來對我們的支持 還有對臺美經貿關係的努力表示感謝 美臺商業協會主團訪台的時機 正好是美國新政府即將上任的關鍵時刻 我也相信在變動中的世界局勢中 更加強穩固臺美的經貿關係 是臺美經濟成長的重要基礎 我們會一起尋找創造 把握發展的新機會 臺灣的內部現在也正處於經濟轉型的重要階段 新的一年 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提振臺灣的經濟 除了聚焦在5加2的產業之外 我們也希望透過加速推動結構轉型 以及全面擴大基礎建設投資 兩個面向切入 為經濟成長注入新的活力 我相信臺美雙方也能夠在彼此振興經濟的作為中 找到新的合作模式 美國是臺灣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我們過去累積了很多成功的合作經驗 不過 臺美的雙美關係不應該滿足於漸漸的成就 應該持續下一個雙邊經貿關係的里程碑來努力 無論是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 還是其他推動經濟整合的方法 透過更好的 更多的協商與討論 我們將會創造一個更好的投資和貿易環境 在這方面 我們還希望美臺商業協會繼續支持與協助 謝謝各位的來訪 並祝這次的行程圓滿順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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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